那就是得到我要的東西 所以各位 一首歌 一個故事 這個環節 我會慢慢獨立出來 當然唱歌的未必是我 但是我覺得這個節目也值得期待 否則經常做啤梨晚報就很悶 當然這個節目 在啤梨晚報的心法裡面 是不會包括那個節目的 一定是另外付錢的 否則我會含得橡皮糖 我最痛苦的決定 我未必到最後 我要再說 就是我們已經安排的新節目 之前我們說過的 那時候我想過的 要是叫做星期五有女 要是叫星期五沒有水 但這個跟以前的低俗頻道說 MIHK太過有關係 我不想像抄襲人一樣 因為創意無限 所有人都有創意 所謂的創意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最重要的就是演繹的方法 其實我們的最新節目 我終於情商到 真是很難 情商到我老友生果哥 去正式 現在看看找不找到另一個常任主持 即是我們正在情商臨歪 但臨歪又不知道是否可以 如果我們情商臨歪 夠腳的話 我們就會正式開這個節目 名字當然是在他們福稿裏面 這個節目絕對不會是一個普通的任賤動作節目 他一定會有每一集 除了有不同的女嘉賓之外 一定會有不同的壽房 或者跟林歪 歪哥和生哥哥 一起跳舞一起玩的男嘉賓 這個節目 其實已經是一切就緒 差在什麼呢 就是差在一個studio 為什麼說studio 我說租得太小 因為經歷過我們 運作了兩個月之後 我要跟大家匯報 就是youtube那條數 就是人家怎麼說 多少錢 有多少view 有多少課金 有多少錢 其實全部都是人家說的 我們沒有自己接收過 我們不知道 但現在我們是有些數據 就知道 即使你們不肯付錢訂也好 我某程度都能夠養得起多個節目 因為這個節目是涉及一個新的studio 我當然不會希望 我現在這個studio 在新智地間 我要去觀塘租一個studio 這個studio一定要在我附近 甚至乎在我隔離 我們就會 是積極擴張 以及會立即推出這個新節目 這個節目我對他們是非常有期待的 因為生果歌的人是極度生鬼 以及 是完全不講身世 甚至乎 他們是慶之所致 分分鐘在螢光幕之前 那條嵐出來 我是最可怕的 我就是最擔心 到時會 十八禁 令到我們的觀眾 層面收拾了 因為少年人都應該有看這些節目的權利 我覺得 如果你們認為 以前星期五沒有女兒是沒有底線的 我跟大家說 這個是更加沒有底線 但這個一定是 是淫而不淫 還是樂而不淫 我都不知道 要做了才知道 生果有女兒 生果有女兒 都可以的 好了 當然可以踩場 或者KIDKO 你都可以來參與我們這個節目 現在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已經 立即跟中務處去呈商 他又給了一個海景 大家在北角 我就不喜歡過海 如果不是就可以考慮 你 你